今天禁電視年代東三華山要選問 請問院長怎麼看白宮廷裴洛西有權訪台 那也是僅北京恐對台海發生飛彈 那對於共軍威脅我國是否做好準備 以及就是裴洛西訪台是否會跟總統見面以及拜會立院 那蘇院長是否也會安排見面 那以及外傳我國曾一度拒邀 那院長怎麼看 對於佩洛西議長長年關心自由民主人權 平臺灣有我非常感謝 對任何外國的貴賓有我的議員 大家來訪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也都會做最妥善的安排 也對於來訪的時間方式 總統都會尊重訪兵的規劃 那公司要詢問中華電信市政府協助成功 公司化的例子 那正在公司化的台鐵也會尋此路線 那未來的薪資跟福利也會跟中華電信一樣嗎 我們對於台鐵的改革 我們對於台鐵的改革是一方面感謝百年台鐵 照顧台灣往來南來北往需要的乘客很多的貢獻 不過為了迎合新的時代需要要更活化 所以要公司化 相信台鐵的員工也都很願意把整個台鐵 讓消費者讓乘客更滿意 大家一起來努力 而交通部對於相關台鐵的公司化運作 都已經有對台鐵員工相關的承諾 以及對於社會期待相關的努力跟報告 我們都會照這樣一步一步來走 大家一起讓台鐵能夠再贏回社會大眾的信任 並且能夠運作更有效 員工也更好 謝謝 謝謝